hello 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华尔 今天讲的是一道简单题 530题 minimum absolute difference in BST 就是binary search tree 这道题的话 国民思义是到tree的题目 尤其是它是BST 我们要使用BST的性质 来解决这道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描述 题目描述还是相对比较简单 比较直白 就是给你一颗这样一个 binary search tree 2X搜索数 它的value都是non-negative 全是正整数 让你找minimum absolute difference between values of any two nodes 就是找任意两个之间 它们的绝对 差的绝对值最小 比如说给你这样一颗 这样一颗数 2X搜索数 那它最小的值的话 可以是1和2 1和2之间的差是1 3和2之间差也是1 所以说你只要返回1就可以了 如果说这道题目不是2X搜索数 就是一颗普通的数 那我们怎么做这道题呢 最简单的想法的话 可能只能说是便利这颗数 然后把它所有的节点值存在一个集合里面 然后把这个集合排序 然后看这个排序的时候呢 我就能够知道 因为最近的两个数一定是紧挨着的 所以说我们就看看 相邻的两个数 它们那个差的绝对值 就是我的最小值 其实BST的话它有个性质 BST的性质是什么 就是说这些节点值呢 它是如果我们使用中序便利来便利这颗数 它的节点的值是排序的 排好序的 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一颗BST 如果你按这样一颗BST 如果你按中序便利的话 它的就是值访问这个节点的值一定是排序 就是从小到大已经排序过了 它是先 它的这个in order traversal呢 就是说地规的访问左子数 如果没有的话就打印根基点值 或者说你就是访问根基点 访问根基点值 然后的话是地规的traverse这个右子数 就是三行代码就可以便利这个数 并且把这个值 它如果说你print的话 它其实值是打印出来 是顺序打印出来的 那如果说有这样一个排序过来的数组的话 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就是说 直接比较寥寥相邻的数字 然后看两个数字的绝对值 是x的绝对值是最小的 那就是我们答案 那这样的方法的话 我们时间发度是nlog 便利整颗数 不对 这应该是 OK 应该便利整颗数的时间 应该是on的 因为它已经 BST它就这个性质了 已经排好序了 你再见这颗去的时候 是nlog的时间 但是在triverse的时候是on时间 然后去再扫描一下这个数组 整个时间发度的话是on 还是比较高效的 就是说这样的话就需要on的空间发度 如果我们把这样一个数组全部存储 存储起来 然后再扫描一遍的话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第一种方法的这个代码 还是比较直观 我们就用一个in order就是和我们讲义里面提到的这样一个一样的中续便利 中续便利这样一个数 然后的话就它是个地规 还是说中的条件很重要 就是当这个数为空的时候就返回 然后的话我们这边有一个sorted 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容器 数组存储我当前已经访问过的元素 那么我们就进行中续便利 中续便利的话是先地规调动左子数 地规便利左子数 然后把这个根节点的值放到我这样一个数组里面去 相当于打印了 这打印的话是二十准出来的 然后的话再去地规的便利右子数 这样的话我traverse完成颗 tree之后 我的那个它的节点的值都存在我这个sorted array里面 这个array的话其实是排序过的 整个这个in order traversal呢 它的时间法度是on 那么我们就可以min diff的话我就认为是最后面那个数 最后的面数是最大的 因为它所有的输入全是认诊数 这样它的绝对值最大的绝对值差的话 应该是最大的差值的话应该是最后一个数 然后我们就从第一个元素一开始便利 变得到最后一个元素 然后把当前这个元素和它前面元素的相比 它的差如果比这个min diff小的话 就更新这个min diff最后返回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们使用了bst这个性质 然后使用这个中序便利去获得的值 获得这个排序的数组 时间法度是o温 然后空间复合度也是o温 那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空间 这个体的空间复合度其实是可以降低的 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空间复合度呢 然后你会发现因为我们每次只要比量量比较 比较这个元素 当前这个元素和它前面这个元素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只需要用额外的o1空间去存储 我前面这个元素的值是多少 那我当前当我进行这个访问根捷点的时候 我只要比较一下根捷点值和前面这个元素的那个差值就可以了 利用这个特性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空间复合度从那个on 其实on加oh 这个h的话是这个这个数的高度 是低规的深度 如果说这颗数是balance的话 这个oh的话是logan 所以说其实可以忽略不计 空间复合度是logan 这个因为是低规的这嘛 然后的话我们只要记住previous就可以了 我来看一下这种方法的代码是怎么写的 两者运行时间其实差别不到 一个是16毫秒 一个是19毫秒 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其实这点空间复合度其实是很小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降低空间复合度 我们要用一个previous这个一个值 存储previous这个节点的值 那由于呢 它这个元素的取值范围是可以是从 就是integ max到integ min的 应该是0到integ max 所以说如果说是当前是第一个元素的话 它实际是没有previous的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不应该比较 所以说我这边使用指针 如果指针为空的话表示说它是第一个元素 如果指针不为空的话我才可以比较 这样的话就没有那些 如果你随意给它一个值 就会可能出现这种出现问题 因为第一个元素的话是不应该进行比较的 所以说我们也捐入指针 然后另外的话我们有这个min diff 来存储当前这个便利过程中 获得的那个最小值 最小的那个absolute min difference 一开始的话我们把这个min difference 处置成integ max就最大值 然后的话previous为空 空指针之后的话我们同样进行中序便利 在中序便利过程中其实还要跟节点为空的话返回 然后递规中序便利左指数 这时候左指数便利完成我们到跟节点 跟节点的话我看一下这个previous不为空的话 那么我就把当前这个节点的值 跟节点的值减去previous 然后和这个min diff做比较 然后去一个小的 那我们就更新了这样一个min diff之后的话 我就把这个root的value的取个地址存到这个previous 面去 就是这样的话它只有在第一个 第一个访问第一个节点的时候 最左边这个节点的时候 就最小的那个节点的时候是previous为空 然后其他的话都会有值 都会是他的上一个节点 然后的话我们再去低规的第二个柚子处就可以了 就这边稍微有一些调整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空间复法度 从on交到了ologan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降幅 然后的话CIR可以用指针 Java的话我们可以用integer 就是引用类 其实是意去通 这个是python 我先看Java Java的话你可以使用integer 它这个其实也是个引用 你可以用它是不是等于空来判断 这个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就比较 如果没有的话就跳过 然后你把这个值这个integer类型的值付给它的话 它会自动自动的一个装箱 把它创建一个对象出来 这样的话你就下一次反过的时候就不为空 只有在第一次的时候这个previous为空 然后python的话稍微有些不同 python的话它其实对象的话 如果你没有 python的话我这边又遇到了一个坑 就是它这边的话 像我们在C++中我会习惯使用not这个root 就是表示它是如果是空指针的话就会返回 那在python里面的话它这个空 零也是表示空 所以说你写ifnotself.prev的话 它会如果是零的话 它也会认为是空 所以说我这边显示的写了 isnotnone 就是它不为空 这个prev的话 它其实是在python里是动态类型 一开始的话我给它复成了对象类型 它是none 然后在访问过一个节点之后 我把它复成root的value 它的类型变成integer了 然后integer0的话 它也会认为是none 认为是空 所以说的话 这边要显示的写isnotnone 这样的话就才会表示它是空 它是不是空的时候才会做这个事情 否则的话它整形的时候也会做这个事情 这个是判断一个稍微有点坑的地方 那好 这要题的话相对说还比较简单 然后我们就把这代码稍微看一下 好的 如果这要题把它变成tree的话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他的意思了 然后其实就是个排序 但是bst的话 你就是利用它的本身性质 本身性质的话 它排序其实是on时间就可以排完了 变力这个tree变力完之后就排序排完了 所以说的话 就降低这个时间发度 然后空间发度的话也可以从on降到oh 还是比较高效的 好 那这道题长到这边 不要忘记关注我们频道 每周都会有新的视频上传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也不要忘记点赞转发评论 也可以去经常去我的网站看一下 有些题目的话 我觉得可能比较简单的话 我就可能没有录视频 直接把这个解放在网站上面 如果说你有想看题目的话 你可以先在网站上搜索一下 有些题目可能没有视频 但是有条件 有这个代码 以及可能解体方法 好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是花 拜拜 拜拜